根據槍枝暴力檔案館的最新數據 截至星期日 今年美國槍枝暴力和槍擊事件 已在全國範圍內造成近2萬人死亡 數據顯示 截至星期日與槍枝有關的事件 在美國造成19808人死亡及16897人受傷 在所有遇難者中 有827人為17歲以下未成年人 在所有傷者中 同年齡段有2179人 根據數據截至星期日 美國今年一共發生311宗大規模槍擊事件 意味著這些事件涉及4名或更多受害者 被槍殺或槍手排除在外的事件 美國人口佔世界人口不到5% 但就擁有世界民用槍枝的46% 美國在個人槍枝擁有量和大規模槍擊事件案件方面 美食恢復 Statistics 世界首位